全蕾絲的粉色怎麼可以沒有呢? 一定要有一件這麼浪漫的洋裝啊 無論身高高還是嬌小女生 都可以穿 空空的可愛 或者是這樣的感覺 不要這邊有空間 它有這個線 身形比例都會變得非常好 這可以當長外套 這邊也有口袋 出遊就超適合啊 單穿也可以 這件裡面有內裡 所以這件不會透 有一點點亮亮的布那種感覺 非常好大的風色 夏天可以很繽紛 水線飄逸就超美啊 衣服很可愛吧 好這件洋裝T恤 腰帶細起來 然後把它拉出來一點 超可愛的 是一種不同風味的洋裝感覺 或者是比較輕鬆的長版 都很好看 夏天怎麼可以沒有防曬 或者是防風的造衫呢 快一點帶它去度假 好不好 白衫在旁邊 可以把它綁成這樣 也還蠻隨性好看的 實穿實用的一件喔 好 我本來要補拍就是 春拿 那現在不超大 其實有雨 風很大的時候 我非常適合這個 夏天就是要有寶長袖 非常之愛的連身褲 這個連身褲實在是沒死了 尤其它這個顏色的線條 開恰的 但又不會開得太高 走路起來 會超美的那種感覺 飄移的 什麼角度看都沒有 這樣綁起來 就是一個造型 這樣整個比例很好看 這件不太會彈 它就可以綁高一點 因為這個綁帶式 正點 連身褲 這件整件很美吧 搭泳妝搭比基尼都超好看的啊 夏天怎麼可以沒有呢 超美的 有沒有說好美喔 無論高癌 女生都非常喜歡 這綁帶就是自己綁的 如果想要固定 就是穿到這裡面 它就可以固定 就是看自己 好 這件是一件 沒有這麼長的長洋裝 無論較強的女生 或是高的女生穿 都會很好看 好 它這個很像海帶 飄逸感 美的嘞 它這一個華色又非常非常的質感 熱紅非常的難看 穿起來真的就是 很有氣勢很有氣質 約會 聚會 都非常之心 OK 這件 非常的淑女 非常的優雅 它會幫所有的女生身型都修飾得非常漂亮 質感非常非常好 然後上面有一個這樣子的感覺 釦子細接 細緻 然後放鬆 就變這樣子的袖子 這件 任何人都可以穿的一件 幅度非常非常的大 下面非常寬鬆寬大 不用想太多 就有三種穿法 一個就是拼口 然後一個就是把它拉起來 放到下面的鞋尖也可以 褐色藍色 然後它是有點那種手繪的感覺 帶有一點點滑的那種布料質感 搭比基尼直接套著上去也可以 好這套就是有親子的小朋友也是 短板的T恤 大人小孩都是這種褲裙 可以綁緊然後也可以綁鬆一點 後面 下面就會讓你大腿有修飾感 一邊綁起來 那種感覺 就像我愛你 我愛你 夏天必備的內搭衣 這種夏天我覺得非常的好搭 基本上S到L的女生都可以穿 這個 它不算是胸罩 裡面是有一個墊子 如果想要比較集中 也只想要單穿這個 你可能裡面就是穿一件New Brow 隱形胸臟那種 如果穿比較低胸的話 可以稍微露出蕾絲的這一個部分 短板T恤如果說稍微看到蕾絲的部分 也會非常的漂亮 然後肩帶可以挑 後面整片蕾絲的 鬆緊度也很好 要去度假 單穿也可以 搭個罩衫 有沒有去海盜國家這樣就很OK啦 白色 如果去海盜國家的話也一樣可以單穿 打個像這樣的褲裙 然後外面再造白色的 完全就是度假風啊 它又可以當內搭 非常好 一般內搭如果沒有下面蕾絲的話 會比較沒那麼簡單穿 這個的話就是害到骨架 非常的適合 假設你外面穿了一個很短板的 看到蕾絲的感覺 超好看的 然後之前穿的T恤也把它這樣子 一邊綁起來 想要穿平口整個胸包覆起來 比較完整的話 那這種平口就可以 後面也是這樣整個包著的 裡面附有胸墊 它這個鬆緊帶還滿不錯的 有透氣孔的材質感 摸起來也還滿舒服的 folged 後面是更快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